第九十回 狮狮寿寿寿同归一 道道缠缠 敬酒灵 却说孙大圣同八戒沙僧出城头 敌面相迎 见那伙妖精都是些杂毛狮子 黄狮精在前引领 酸泥狮团向狮在左 白泽狮 伏黎狮在右 柔狮 雪狮在后 中间却是一个九头狮子 那青脸怪 直一面锦绣团花宝床 紧挨着九头狮子 刁钻骨罐 古怪刁钻 打两面红旗 齐齐的都不在砍弓之地 八戒莽撞 走进前骂道 偷宝贝的贼怪 你去哪里 活着这个毛团 来死怎的 黄狮精切齿骂道 颇狠突鳄 昨日三个敌我一个 我败回去 让你们为人罢了 你怎么这般狠恶 少了我的洞府 损了我的山场 省了我的眷族 我和你冤仇深入大海 不要走 吃你老爷一铲 好八戒 举爬就赢 两个财交手 还未见高低 那柔狮精 轮一根铁吉利 雪狮精使一条缠冷箭 静来奔打 八戒发一声喊道 来得好 你看他横冲直底 斗在一处 这碧香 沙和尚急撤降妖杖 尽勤相助 要见那酸泥精 白泽精 与团相 弗离二经 一拥齐上 这里孙大圣使金箍棒驾驻群精 酸泥使闷棍 白泽使铜锤 团相使钢腔 弗离使月斧 那七个狮子精 这三个狠和尚 好杀 棍锤枪斧三棱 极力孤朵四名铲 七十七气 肾锋芒 围战三僧 齐纳喊 大圣金箍 铁棒凶 沙僧宝杖 人间喊 八戒巅峰 城士雄 钉耙晃亮 光华惨 前者后党 各施工 左驾右营 都勇敢 城头王子 铸威风 雷鼓筛罗 齐壮胆 头来抢去弄神通 杀得昏蒙 天地反 那一伙妖精 齐宇大圣三人 战经半日 不绝天晚 八戒口吐年弦 看看脚软 虚晃一爬 败下阵去 被那血诗柔诗二经 贺道 哪里走 看达 呆子躲闪不及 被他召脊梁上打了一箭 睡在地下 只叫 嗯 罢了罢了 两个精把八戒 采宗托尾 托将去见那九头狮子 报 祖爷 我等拿了他一个来耶 说不了 沙僧行者也都战败 众妖精一起赶来 被行者拔一把毫毛 嚼碎喷浆去 叫声 便 即便做百十个小行者 围围绕绕 将那白泽酸泥团向弗里 并金毛狮怪围果在中 沙僧行者 却又上前喘打 到晚 拿住酸泥白泽 遭了伏离团向 金毛抱之老妖 老怪捡失了二师 吩咐 把猪八戒捆了 不可伤他性命 待他还我二师 却将八戒与他 他若无知 坏了我二师 即将八戒杀了对命 当晚群妖安息城外 不提 却说 孙大圣把两个狮子精抬进城边 老王见了 即传令开门 拆二三十个校尉 拿绳杠出门 绑了狮精扛入城里 孙大圣收了法谋 写沙僧静至城楼上 见了唐僧 唐僧道 这场事甚是厉害呀 武能性命不知有无 行者道 没事 我们把这两个妖精拿了 他那里断不敢伤 且将二经牢栓锦腹 待明早抵换八戒业 三个小王子对行者叩头道 师父先前赌斗 只见一身 即后阳书而回 却怎么就有百十位尸身 即至拿住妖精 进城来 还是一身 此是什么法力 行者笑道 我身上有八万四千毫毛 以一化石 以石化白 百千万亿之变化 皆身外身之法也 那王子一个个顶礼 即使摆上斋来 就在城楼上吃了 各夺口上 都要灯笼旗帜 帮铃锣骨 支更传箭 放炮呐喊 天又早明 老怪急患黄诗经定寄道 如等今日用心拿那行者杀僧 等我暗自非空上城 拿他那师父 并那老王父子 先转九曲盘环洞 带你得胜回报 黄诗领记 便引柔诗雪诗团向浮离 各执兵器到城边 滚风酿雾的所站 这里行者与沙僧 跳出城头 立声骂道 贼婆怪 快将我师弟八戒送还我 饶你性命 不然 都叫你焚骨碎尸 那妖精纳容分说 一拥其来 这大圣弟兄两个各运鸡谋 挡住五个狮子 这杀比昨日又甚不同 呼呼挂地 狂风恶 暗暗遮天 黑雾浓 走失飞杀 神鬼怕 推临岛树 虎狼精 刚强狠狠 岳浮明 棍铲铜锤 派独秦 恨不得胡论吞行者 活活泼泼 擒住小沙僧 这大圣 一条如意棒 卷书收放 圣精灵 沙僧那禀祥腰杖 灵霄殿外 有鸣声 金帆甘韵 神通广 西域狮宫 扫荡精 这五个杂毛狮子精 与行者沙僧正字杀到好处 那老怪驾着黑云 静直腾至城楼上 摇一摇头 吓得那城上文武大小官员 并守城人夫等 都滚下城去 被他奔入楼中 张开口 把三藏与老王父子一顿秦出 复制砍弓地下 将八戒也着口秦之 原来 他九个头就有九张口 一口秦着唐僧 一口秦着八戒 一口秦着老王 一口秦着大王子 一口秦着二王子 一口秦着三王子 六口秦着六人 还空了三张口 发声喊叫道 我先去也 这五个小诗经 见他祖得胜 一个个欲战雄才 行者闻得 城上人寒嚷 情之中了他记 即换杀僧仔细 他却把壁脖上毫毛 进阶拔下 入口嚼烂喷出 便做千百个小行者 一用功上 当时拖到柔诗 活捉了雪诗 拿住了团巷诗 打翻了狐狸诗 将黄诗打死 轰轰地嚷到周城之下 道转走脱了青莲 与刁钻古怪 古怪刁钻二怪 那城上官看见 却又开门 江绳把五个诗经又捆了 抬进城去 还未发落 只见那王妃哭哭啼啼 对行者礼拜道 神师啊 我殿下父子 并你师父 性命修矣 这孤城 增生师好 大圣收了法毛 对王妃做礼道 贤后莫愁 只因我拿她七个诗经 那老妖弄设法 定将我师父与殿下父子 设去 料必无伤 但明日绝早 我兄弟二人去那山中 管情捉住老妖 还你四个王子 那王妃一簇女眷闻得此言 都对行者下拜道 愿求殿下父子全生 黄图坚固 拜毕 一个个含泪还功 行者吩咐各官 将打死那黄诗经 剥了皮 六个活诗经 牢牢拴锁 取些斋饭来 我们吃了睡觉 你们都放心 保你无事 至次日 大圣领沙僧 驾起祥云 不多时到于竹节山头 按云头观看 好坐高山 淡见 风排突兀 领郡齐驱 身见下缠缘水赖 斗牙前锦绣花香 回鸾重叠 古道弯环 真是贺来松有伴 果然云去实无一 玄园密果 象晴辉 迷路寻花 欢日暖 青鸾声稀利 黄鸟雨绵满 春来桃里征颜 夏至柳淮静茂 秋到黄花不紧 冬娇白雪飞绵 四十八节好风光 不亚迎舟 仙景象 他两个正在山头上看井 忽见那青脸 手拿一条短棍 竟跑出崖谷之间 行者喝道 哪里走 老孙来也 吓得那小妖一翻一滚地跑下崖谷 他两个一直追来 又不见踪迹 向前又转几步 却是一座洞府 两扇花斑石门 紧紧关闭 门过上横嵌着一块石板 凯捐了十个大字 乃是 万灵竹节山 久去盘环洞 那小妖原来跑进洞去 挤把洞门关了 到中间对老妖道 爷爷 外面又有两个和尚来了 老妖道 你带王并柔诗雪势 团向福里 可曾来 小妖道 不见不见 只是两个和尚 在山峰高处眺望 我看见 回头就跑 他赶将来 我却闭门来也 老妖听说 低头不语 半晌 呼得掉下泪来 叫声 苦啊 我黄师孙死了 柔师孙等 又尽被和尚捉进城去意 此恨怎声报得 八戒困在旁边 与王父子唐僧 举船簇一处 七七惶惶受苦 听见老妖说声 众孙被和尚捉进城去 暗暗喜道 师父莫怕 殿下修仇 我师兄已得胜 捉了众妖 寻到此间 就拔无等也 说罢 又听得老妖叫 小的们 好生再次看守 等我出去 拿那两个和尚进来 以发诚挚 你看他身无披挂 手不粘兵 大踏步走到前边 只闻得孙行者吆喝嘞 他就大开了洞门 不答话 敬问行者 行者使铁棒 当头支柱 沙僧伦宝仗就打 那老妖把头摇一摇 左右八个头 一起张开口 把行者沙僧轻轻地又闲于洞内 叫 取绳索来 那刁钻古怪 古怪刁钻 与青脸是昨夜逃生而回的 即拿两条绳 把他二人着实捆了 老妖问道 你这泼猴 把我那七个儿孙捉了 我今拿住你和尚四个 王子四个 也足以抵得我儿孙之命 小的们 选精条柳棍来 且打着猴头一棍 与我皇师孙抱抱冤仇 那三个小妖各执柳棍 专打行者 行者本是熬练过的身体 那些些柳棍 只好与他抚养 他哪里作声 凭他怎么垂打 略不介意 八戒唐僧与王子见了 一个个毛骨悚然 稍时打折了柳棍 只打到天晚 也不计其数 沙僧剑打得多了 慎不过意道 我替他打百十下吧 老妖道 你且莫忙 明日就打到你了 一个个挨兹刺打将来 八戒着忙道 后日就打到我老猪爷 打一会儿 渐渐的天昏了 老妖叫 小的们 且住 点起灯火来 你们吃些饮食 让我倒进云窝 略睡睡去 如三人都是遭过害的 却用心看守 待明早再打 三个小妖移过灯来 拿柳棍 又打行者脑盖 就像敲帮子一般 踢踢拖 拖拖踢 紧几下 慢几下 夜将深了 却都顿睡 行者就是个顿法 将深一小 拖出绳来 抖一抖毫毛 整竖了衣服 耳朵内取出棒来 晃一晃 有吊筒粗细 二丈长短 朝着三个小妖道 你这孽畜 把你老爷就打了许多棍子 老爷还只照旧 老爷也把这棍子略压你压 看到如何 把三个小妖轻轻一压 就压做三个肉饼 却又踢亮了灯 解放杀僧 八戒捆极了 忍不住大声叫道 哥哥 我的手脚都捆肿了 倒不先来解放我 这呆子喊了一声 却早惊动老妖 老妖一咕噜爬起来道 是谁人解放 那行者听见 一口吹熄灯 也顾不得沙僧等众 石铁棒打破几重门走了 那老妖到中堂里叫 小的们 怎么没了灯光 只莫走了人也 叫一声 没人答应 又叫一声 又没人答应 急取灯火来看时 只见地下血淋淋的三块肉饼 老王父子及唐僧八戒俱在 只不见了行者沙僧 点着火 前后赶看 忽见沙僧还被贴在廊下站里 被他一把拿住左倒 照就捆了 又找寻行者 但见几层门进阶破损 情知是行者打破走了 也不去追赶 将破门补的补 遮的遮 顾守家业不提 却说 孙大圣出了那九区盘环洞 跨祥云 静转玉华州 但见那城头上 各方乡土地神奇 与城皇之神迎空拜皆 行者道 如等怎么今夜才见 城皇道 小神等 知大圣下降玉华州 因有行王款流 故不敢见 今知王等玉怪 大圣降魔 特来寇街 行者正在称怪处 又见金头接地六丁六甲神将 压着一尊土地 跪在面前道 大圣 无等捉得 这个地理鬼来也 行者鹤道 如等不在竹节山保护我师 却怎么嚷到这里 丁甲神道 大圣 那妖精自你逃时 附捉住卷帘大将 依然捆了 我等见他法力甚大 却将竹节山土地压界至此 他知那妖精的根由 其大圣问他一问 便好处置 以救圣僧贤王之苦 行者听言 甚喜 那土地战兢兢叩头道 那老妖前年下降竹节山 那九曲盘环洞 原始六师之窝 那六个狮子 自得老妖至此 就都败为祖翁 祖翁乃是个九头狮子 号为九灵元圣 若得他灭 徐去到东极庙言宫 请他主人宫来 访客收服 他人莫乡秦也 行者闻言 思意半赏道 东极庙言宫 是太乙救苦天尊呢 他坐下正是个九头狮子 这等说 便叫 接地金甲 还同土地回去 暗中护佑师父师弟 并周王父子 本处城皇守护城池 走出去来 众神各个遵守去气 这大圣纵金斗云 连夜前行 约有银时分 到了东天门外 正撞着广目天王 与天定立誓一行一从 众街停住 拱守迎道 大圣何王 行者对众礼拜 道 前去妙言宫走走 天王道 西天路不走 却又冬天来作甚 行者道 西天路到玉华州 蒙周王相款 前三子 拜我等弟兄为师 习学武艺 不期被怪 今访得妙言宫太乙救苦天尊 乃怪之主人公也 欲请他为我降怪救师 天王道 那乡因你欲为人事 所以惹出这一窝狮子来也 行者笑道 正为此 正为此 众天定立誓 一个个拱守 让道而行 大圣进了东天门 不多时到妙言宫前 但见 彩云虫蝶 紫气隆葱 瓦样金波焰 门牌玉兽虫 花迎双雀 红霞 日映千林 翠雾龙 果然是 万针环拱 千胜兴龙 殿阁层层紧 窗轩处处通 苍龙盘护 神光矮 黄道光辉 锐气农 这地是 清华长乐界 东极妙言宫 那宫门里立着一个穿泥配的仙童 呼见孙大圣即入宫报道 爷爷 外面是闹天宫的齐天大圣来了 太乙旧库天尊听得 即唤侍卫众心迎接 迎至宫中 只见天尊高座九色莲花座上 百亿瑞光之中 见了行者下座来相见 行者朝上施礼 天尊打礼道 大圣 这几年不见 秦文德你祈祷归佛 保唐僧西天取经 祥师功行完了 行者道 功行未完 却也将尽 但如今 引保唐僧到玉华州 蒙王子浅三子拜老孙为师习习武艺 把我们三件神兵照样打造 不期夜间被贼偷去 即天明寻找 原是城北豹头山 湖口洞 一个鸡毛狮子常经盗去 老孙用计取出 那经就火了若干狮精 与老孙大闹 那有一个九头狮子神通广大 将我师父与八戒 并王父子四人都闲去 到一个竹节山 九曲盘桓洞 此日 老孙与沙僧根巡 亦被闲去 老孙被他捆打无数 兴而弄法走了 他们正在比触受罪 问及当方土地 使之天尊是他主人 特来放情 收想解救 天尊闻言 急令仙将到狮子房 换出狮奴来问 那狮奴熟睡 被众将推摇方醒 就至中听来见 天尊问道 狮受何灾 那奴儿垂泪叩头 只叫 饶命 饶命 天尊道 孙大圣在此 且不打你 你快说是为何不仅走了九头狮子 狮奴道 爷爷 我前日在大千甘露殿中 见一瓶酒 不知偷去吃了 不觉沉醉睡着 失于拴锁 事宜 走了 天尊道 那九师太上老君送的 换作轮回穷业 你吃了该醉三日不行 那失授今走几日了 大圣道 据土地说 他前年下降 到今二三年已 天尊笑道 是了 是了 天宫里一日 在凡间就是一年 教师奴道 你且起来 饶你死罪 跟我与大圣下方去收他来 如众仙都回去 不用跟随 天尊碎于大圣施奴 踏云静至竹节山 只见那五方皆地 六丁六甲 本山土地都来跪街 行者道 如等护佑 可曾伤着我师 众神道 妖精着了脑睡了 更不曾动肾刑法 天尊道 我那袁圣儿 也是一个久修得道的真灵 他喊一声 上通三圣 下彻九拳 登闲也便不伤声 孙大圣 你去他门首锁站 引他出来 我好收之 行者听言 过彻棒 跳进洞口 高骂道 泼妖精 还我人来也 泼妖精 还我人来也 连叫了数声 那老妖睡着了 无人答应 行者兴急起来 轮铁棒往里打尽 口中不住地喊骂 那老妖方才惊醒 心中大怒 爬起来 喝一声 赶战 摇摇头 扁张口来弦 行者回头跳出 妖精赶到外边 骂道 贼猴 哪里走 行者立在高牙上 笑道 你还敢这等大胆无礼 你死活也不知嘞 这不是你老爷主公在此 那妖精赶到牙前 早被天尊念声咒语 喝道 袁圣儿 我来了 那妖刃的是主人 不敢斩正 四只脚扶植于地 只是磕头 旁边跑过尸奴 一把抓过像毛 用拳着像上打够百石 口里骂道 你这畜生如何偷走 叫我受罪 那尸兽何口无言 不敢摇动 师奴儿打得手困 方才住了 即将紧颤安在他身上 天尊齐了 喝声叫走 他就纵身驾起彩云 静转妙言宫去 大圣望空称谢了 却入洞中 先解玉华王 次解唐三藏 此又解了八戒沙僧 并三王子 供搜他动力物件 消消停停 将众领出门外 八戒就取了若干枯柴 前后堆上 放起火来 把一个九曲盘环洞 稍作个乌胶 破瓦窑 大圣又发放了众神 还叫土地再次镇守 却令八戒沙僧各个使法 把王父子背驮回周 他 掺着唐僧 不多时到了周城 天色渐晚 当有非后官员都来接见了 摆上摘颜 共作响之 长老师徒还在扑沙亭安歇 王子们入宫各寝 一宵无话 此日 王又传旨 大开宿宴 和府大小官员依依谢恩 行者又叫徒子来 把那六个活狮子杀了 供那黄狮子兜剥了皮 将肉安排将来受用 殿下十分欢喜 急命杀了 把一个留在本府内外人用 一个与王府掌食等官分用 把五个都剁作一二两重的筷子 拆校尉 散给周城内外 军民人等 各吃些虚 一则常常滋味 二则压压惊恐 那些家家户户 无不瞻仰 又见那铁座人等 造成了三班兵器 对行者磕头道 爷爷 小的们工都完了 问道 各种多少斤粮 铁匠道 金箍棒有千斤 九尺爬与祥妖杖各有八百斤 行者道 也罢了 叫请三位王子出来 个人执兵器 三子对老王道 父王 今日兵器玩意 老王道 为此兵器 几乎伤了我父子之命 小王子道 姓蒙神师师法救出我等 去又扫荡妖邪除了后患 成所谓海燕和清太平之世界也 当时老王父子赏落了降座 又指扑沙亭拜谢了师恩 三藏又叫大圣等快传武艺 莫无形成 他三人就各轮兵器在王府院中一一传授 不数日 那三个王子进阶操演金赎 其余攻退之方 锦慢之法 各有七十二班解数 无不知之 一则那诸王子心肩 二则亏孙大胜先授了神力 此所以那千斤之棒八百斤之爬杖 举能举能运 较之初识自家弄的武艺 真天冤也 有诗为证诗曰 原音善庆遇神师 习武何妻动怪师 那王子又大开炎宴 谢了诗教 又取出一大盘金银 用达威情 行者笑道 快拿进去 快拿进去 我们出家人 要他何用 八戒在旁道 金银石不敢受 奈何我这件衣服 被那些狮子精扯拉破了 但与我们换件衣服 足为爱也 那王子随命真功 照一色样 取青锦红锦 茶鹤锦各树匹 与三位各做了一件 三人欣然领寿 各穿了锦布直多 收拾了行装启程 只见那城里城外 弱大弱小 无一人不称是罗汉临凡 活佛下界 古月之声 惊奇之色 迎接色道 正是家家户外焚香火 处处门前献彩灯 送至许远方回 他死众方得离城西去 这一去顿托群司 潜心正果 才是 无律无忧来佛界 诚心诚意上雷音 毕竟不知到灵山 还有几多路程 何时行满 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订阅